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新二代活跃在荧幕上 名气或大或小 说到曾经最成功的新二代 当属谢贤之子谢霆锋了 而如今势头正经的新二代 可能当属90后年轻演员董子健了 在去年热播的《大江大河2》和《流金岁月》这两部剧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和精彩演出 不得不说 董子健这两年的发展速度确实是突飞猛进 让很多统领演员都望尘莫及 董子健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实力之外 他的新二代身份则为他加分不少 董子健的家庭非同一般 在京圈有名有地位 1993年董子健出生在北京 是个典型的90后孩子 除了是个北京孩子 董子健的父母可不是一般人 尤其是他的妈妈 董子健的妈妈叫王金花 被誉为内地第一经纪人 圈中地位极其之高 王金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女性 早年出社经纪行业 拿着800元白手起家 后来很多娱乐圈的歌手大腕 都是他一手给捧红的 这里说一下名字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 早年代的歌手有高峰 李慧珍等人 后来转头演艺圈 又相继带红了游勇 李冰冰 任全 胡军等人 那时候 王金花可是娱乐圈教母级的第一经纪人 在圈子里相当受人尊敬 到了2005年 王金花离开华谊去了成天 陈道明 梁家辉 刘嘉玲 夏宇也都跟着一起去了 可见王金花的实力和威望有多高 现如今 娱乐圈很多经纪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甚至艺人经纪的标准 就是从他开始建立的 所以在娱乐圈中 王金花也一直被尊称为花姐 2012年 王金花又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 旗下的艺人也很厉害 周冬宇和郭京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吃炸娱乐圈的母亲 董子健的父亲也是一个低调有实力的演员 父亲董志华自小就开始学习京剧 也曾是中国京剧院的一名资深舞生 后来和大导演张彻合作拍摄了很多作品 是一个有实力的表演艺术家 提到这些你可能还不太熟悉 但提起一个角色你一定知道 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 有很多隐藏的功夫高手 其中有一个会舞狼八卦棍的人 就是董志华饰演的 所以说董子健是一个十足的新二代 一出生就有着上天赐予的诸多光芒 而他能踏入演艺圈 自然是离不开父母的扶持 董子健小的时候 个性阳光洒脱 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孩子的性格 再加上母亲对他的教育 一直是自由和随性 所以董子健是一个懂规矩 又不受束缚的人 除了性格好 董子健从小就比普通的孩子 起点高太多 而且见过太多的大世面 因为母亲的关系 董子健常常会见到很多大明星 可以说是在明星堆里长大的 对他来说 明星并没有什么新鲜感 也让他对娱乐圈 有着更加深刻清醒的认识 其实一开始 董子健本不想进入演艺圈演戏的 他最想出国留学 人生转折是在2012年 董子健被青春派的导演刘杰一眼相中 导演刘杰让董子健饰演了一个极其乐观开朗的阳光男孩 居然一角 结果这部本想试一试的电影 让董子健一举成名 彻底闯入了演艺圈 他凭借这部电影直接入围了第50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 开始崭露头角 而这是他出演的第一部作品 就取得了如此高的成绩 运气和天赋两者都有 那一年董子健19岁 前途无限 董子健在当代的小鲜肉中 其实并不算长得特别帅的类型 但演技其实并不差 2015年 董子健又和周东宇合作出演了少年班 出演了少年无畏一绝 董子健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少年感 那种感觉和张扬跋扈离得很远 也正是因为这种气质 董子健的戏路和风格才渐渐凸显出来 2015年对董子健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年 准确来说有一部电影对他帮助极大 这部电影就是贾张科导演的《山河故人》 出演贾张科的电影 说明这个演员身上一定有一种特有的质感和文艺感存在 董子健一有 他和张爱佳搭档饰演了一对忘年情侣 这段感情也是影片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这个角色对情感掌控的要求非常细腻 出道三年的董子健 演技也已有了质的飞跃 凭借《山河故人》这部电影 董子健的演艺事业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接下来几年 董子健开始持续爆发 奉献了一部又一部好的作品 在韩寒导演的电影《乘风破浪》中 董子健饰演了年轻有才的小马一角 在高口碑电视剧《大江大河》中 饰演了杨寻一角 这也是他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在《大江大河2》中 董子健饰演的杨寻演技已经非常的成熟 董子健虽然是娱乐圈的公子哥 但饰演小人物却一点也不违和 反而更像是本色出演 这也足以证明 董子健一直在尝试拓宽自己的戏路 梦想着当一名真正的好演员 除了演戏 董子健还是一个极其有上进心的年轻人 希望事业更加开阔多样 当年电影《捉妖记》 曾掀起了一股热硬狂潮 口碑票房双丰收 而这部电影的出品人正是董子健 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 一路顺风顺水 董子健的感情生活也很圆满 同很多明星不同的是 作为90后的董子健选择早早结婚生子 这在娱乐圈确实很少见 2016年10月份的时候 董子健在微博高调公开了恋情 女友就是女演员孙怡 孙怡不是那种特别大红的女演员 代表作品是《芈月传》 董子健和孙怡同龄 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果断又迅速 公布恋情的第二年 孙怡就为董子健生下了一个女儿 那一年董子健才24岁就当了爸爸 如今28岁的董子健 事业家庭都圆满 早早就成了天选之子和人生赢家 纵观董子健的成名之路 出生时含着金钥匙 出道后努力靠作品说话而闯出名堂 一路高开高走 何其幸运 但要想走得长久 除了保持良好的义德和人品 最终还得塑造更多好的作品回馈观众 而这一路走来 董子健的确成为了极具潜力的新生代演员 按此路途下去 未来一定会无限可期 再次